中天整点新闻 在今天呢台北市警局中正一分局前 从接近傍晚的五点半周 那么看到呢群众包围在此 那么人群越聚越多 那么根据警方的最新统计是说 在人数最多的时候呢 那么将近有到七百人 不过现在看到有略微的减少 这是警方所提出来的说法 不过在今天呢一度有爆发肢体 这个警民的冲突 甚至呢我们看到在附近 也就是中正一分局 为在公园路跟青岛石路 这边路口的这个交通呢 都陷入到了瘫痪了 那么最主要的理由是 学运啊当时呢 很多的这个群众他们不肯散场 结果呢他们因为质疑 这个中正一分局局长方仰宁 本来说在今天的清晨两点钟 那么表示不会强制的清场 可是后来在六点多钟 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强制区域的行动 因此群众就质疑他是背信 就发动了今天您所看到的包围行动 他们集结在这边 现在已经超过三个多小时了 他们要求方仰宁要出来道歉 甚至要他下台 方仰宁也两度有清上火线 要柔性劝退这些包围的群众 但是呢我们看到民众不肯退 那么台北市长郝龙斌呢 他也已经表示方仰宁呢 是维持秩序是没有错的 因此不需要下台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台北市警局到底要如何来处理呢 刚才已经提出了一个最新的声明了 也就是只要现场的群众持续保持着和平理性 那么就不会看到有强制驱离 我们接下来呢 看一下这个最新的现场 同时也请资深记者戴秋荣 提供给您目前所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秋荣 好的现在包含警政署以及行政院 甚至总统府这一边呢 那么警方呢都已经是紧急的要来调派人力 来做加强介护 那么在警政署这一边呢 更是气氛非常的凝重 因为警察的大家长王卓军 现在坐镇在警政署里头 和高层的高阶主管来进行协商 这一场这个群众包围警察局这样子的一个场面 究竟要来怎么样收拾落幕 才能够最和平理性 那么其实现在警方表示说 根据他们的估算 现场的群众从晚间的六点钟 截至目前为止三个小时了 人潮越聚越多 不只是交通遭到了瘫痪 警方估计啊 根据警方目前所提供出来的数据 他们表示说大约是七百人左右 那么呢站在啊 这个跟警方第一线正面交火的这些群众呢 最前排的这些群众呢 主要就是发起这一波包围行动的群众 那么据了解呢 在今天下午发起这样的一个群众的 这个民众呢叫做红虫燕 现在有一个消息指出说 这名红虫燕 他是台大的学生 那么呢在日前的时候传闻啊 那么来遭到方养民 痛拼小闹闹的疑似就是他 不过由于啊到目前为止 没有得到他本人的这个回应 所以呢到底是不是他企图这个所谓的夹运 包括这部分并不得而知 而是外传有这样的消息传出 但是现在要来关注的是说 这些群众现在他们呢集结 坐在这边之外呢不断的高喊口号 甚至呢有人啊企图啊 在这个呃警方的这个中正一的白墙上面 涂上了一些字样 表示说要来废除集会游刑法 那么其实啊当他们要求提出这样的诉求的同时 因为本身他们自己的行为就已经违反了集会游刑法 根据警方的规定是 只要是三人以上的集会 在公共场合就必须经过事前申请 然而他们并没有申请所谓的声称路过 但目前为止看起来并不是单纯的路过 而是越聚越多的群众持续的在现场这边 那么考量到这边是交通要道 再加上有一些学生群众的出入 担心一旦万一用强制的驱离手段的话 恐怕场面会失控 因此警方目前仍然是采取跟他们沟通的这个姿态 希望能够就是来跟群众理性的对话 那么历经了两次方养宁亲自站上火线 显然没有得到群众的满意答案 不过群众在8点15分的时候再度呼喊 要求方养宁再度现身 但目前为止她并没有出来 据我们目前所了解掌握到的讯息 方养宁恐怕现在也正在跟上面的长官来做进一步的协商 那么由于方养宁现在呢 仍然算是坐证在这个中正一分局里面 因此呢恐怕只能透过电话里头来进行沟通 但现在警方所发出的讯息就是 目前暂时不采取强制驱离 希望群众能够听到警方的呼吁 然而警方也不是被动的不作为 而是召集了包含像是各个分局的搜证的刑事警方 再来一个部分则是呢 也派了保一以及保五的员警前往现场支援 根据警方的统计数据 现场群众大约是聚警七百人左右 而警方的人数在集结当中 目前呢疑似是有八百名的警力 警方现在不采取强制动手 因为不希望冲突继续扩大 但是呢警方的这个搜证的DV 一台一台的都拿在刑警的手上 就是要来告诉群众 希望他们能够尽快的来理性和平的散去 因为到目前为止已经三个小时过去了 所有群众不散去的话 不只是交通大瘫痪 同时也已经造成附近住户的困扰 那么住户也就表示说 二十几天来他们真的很想要回归平静 然而他们也一再的呼吁表示说 群众或者是学生们 这些大家想要表达诉求 应该要依循正常的途径管道 而并不是这个一旦不满警方的要求 就来发动所谓的包围 发动所谓的呛吓 毕竟这样子并不是一个民主法治 所应该展现的状况 现场画面您可以看到呢 又出现有一些骚动的情形 不过呢警方仍然呢 是拿着盾牌 以及层层的人墙 就站在中正一的门口 希望群众能够理性一点 那么事实上哦 那么从我们至高的画面看起来 群众仍然是集结在呃 呃�� silence 一个 这个呃 呃 L 刑的方式 由左侧以及右侧 通通都包围住了 中正一的这个大门口 而警方目前为止 仍然是把铁门紧闭着 现在方雅宁在汉这个警政署长 以及他的直署长官 也就是台北市的警察局长 cop 皇申雍等哦 都来进行密切的联系 而且我们提供给您一个最新的消息 台北市总共有14个分局 扣除掉中正一的方养民之外 现在其他13个分局的同仁呢 也都已经在做紧急的调派动员 希望能够到现场来维持秩序 目前搜证的重点将会放在说 这一场活动当中究竟是也有谁来发起的 以及再来是谁在中正一分局的墙面上来涂鸦 因为这些部分都恐怕已经违反了 这个集位游行法 以及就是有妨害公务等等 还有毁损这样子的刑则 因此呢警方目前采取以这个搜证的方式 希望群众能够来理性和平的散去 主播 好我们现在呢所整理出来的最新的讯息 其实就是针对在今天包围 这个中正一分局的这个行动呢 台北市警局现在目前暂时的处理 就是只要民众保持和平理性 那么就不需要驱离 但是呢不会无限期的做事包围分局的行动 那么在刚才稍早已经否认在今晚的九点钟要驱离了 但是呢在入夜之后 那么有没有进一步的下一波的这个驱离的行动 我们要持续的关注 毕竟呢在今天我们看到学运尽管已经是退场了 但是民众也就是附近的居民 他们完全没有办法换回片刻的安宁 到今天了 居民他们在抱怨说 二十几天都过去了 但是叫大家怎么生活呢 我也有我的居住权呢 我们带观众朋友来看一下 刚刚稍早我们所拍摄到的就是 非常愤怒的居民跟抗议学生的对话